City Plus FM 新州主编点新闻 知道说这个狂犬病的疫情 其实已经扩散到了中北沙 那为了更有效就是控制疫情呢 沙月的内阁他们就一致通过 新的2018年地方议会养狗执照和管制条例 并且呢就是从今年的12月1号 开始就是政治执行了 那到时候呢每一个住家 最多就是只能够养三只狗 那如果说你家里养了超过三只的话 怎么办呢 那么第四只或者是第五只狗 那狗主人呢就是需要向这个地方议会来申请准证 而且呢还要需要就是付更高的这个养狗执照费用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有样的同感 就我自己个人的认为 现在它又出一个这个新的条例 就是只能够养三只狗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狂犬病疫情已经是扩大 然后再加上最近明都路也沦陷了 那么可以说看起来呢 我们的政府其实是已经是要用尽各种方法 去这个防堵这个疫情了 对对就发现到说 好像已经是不懂要用什么方法了 只能够现在就是出这一招这样子 来控制这个狂犬病疫情是这样子 对可是现在这个就是说 限仰三只狗的这个这个条例出来之前 你看我们在知道说狂犬病已经扩散的时候 已经这个就是丢弃这个狗的问题就已经开始浮现了 而且有严重的迹象 那么在这个只可以限仰三只狗的这个措施 真正落实之后呢 是不是会加剧这个弃这个流浪狗的这个问题呢 我自己是觉得是这个是很大的可能性 反而是会造成我们的流浪狗的数目可能是这个不正的现象 我昨天自己就收到一个朋友的说 他在某个地方看到有人把丢了两只狗在路边 问说谁要领养 我觉得现在对这个大家都可能就是有一种挣扎 这个时候我还敢领养狗吗 所以刚才你问我说我有没有养狗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 你真的是可能你没养狗的你都要上司 有养狗的人你可能讲 哎呦我家里突然间原本以前是还可以啊 现在想到狂犬病 想到这个一个可能 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是一个即时炸弹在身边 能丢可能就有些人就是这种公民意识 在这个时候就放在一边了 就随便把它丢在路边啊 丢在草丛 这种情况是很常在发生了 那其实我是在想说啊 州政府他的这样一个宣布呢 其实会不会就是啊 做到一个弄桥反桌的一个效果呢 因为如果说现在最多只能够养三只狗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他们的家庭里面 就可能养了超过三只对不对 那其他的狗他们可能就会丢弃 那丢弃的时候呢 就证明说这个流浪狗的数量啊 就越来越多了 那如果流浪狗的数量越来越多 又没有帮他就去注射这个狂犬病疫苗的话 那这个狂犬病疫情不是会变得更加严重吗 这可能有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我们地方议会的捕狗队会越来越忙 因为你会发现突然间 这个地方怎么突然间这个流浪狗又多了这么多 这个就是可能会面对的一个 他们预想不到的这个情况出现了 那新的条例呢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包括了 狗主人呢 在申请或者是更新这个养狗执照的时候呢 必须要向地方议会证明 狗狗是已经接受这个狂犬病疫苗注射 而且呢 养狗执照必须要每三年就是更新一次的 那其中呢 每一只已经结扎的狗呢 就是30令吉 那至于还没有结扎的狗呢 就收费90令吉的 那同时如果说 这个狗主人呢 他是养了有三只狗 然后他又要想去养第四只狗的话呢 他同时也是要向这个地方议会去申请的 不过呢就是第四只狗的这个执照费啊 就是如果已结扎的话 就是90令吉 如果还没有结扎的狗呢 他这收费就是270令吉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那个费用啊 其实是差距蛮大的 是可是昨天有一个兽医 就有一个反映的意见 就是说 现在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 就是在这些养狗的家庭里面 到底有多少是真正有去为他的狗 申请狗牌的呢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可能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说 我干脆就不去申请狗牌 你就你要嘛 你就来来抓嘛 那你就干脆帮我解决问题咯 这可能是问题制造问题 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的 是 那我觉得呢 其实如果州政府他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呢 就不会只限制养三只狗了吧 对不对 是 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说 他其实已经是到了别无选择 他就是什么方法就可能可以的话 我就试一试吧 是是是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说州政府他们为了要控制这个 狂犬病疫情呢 是已经想尽了各种的方法 那不过 那个成效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一切吧 是的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丽萍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我们一起新周园编点新闻